蓝忘记得的嘴角有些控制不住 换句话说 以后跟他一起起床就会得到早安稳 看来是他早上起得太早了 他没忍住 凑上前亲了亲他的唇角五安稳 好哦 魏无羡晃了晃脑袋靠在他肩膀上 摩天伦这个项目跟其他的都不一样 别的项目刺激 这个很宁静 宁静的就算不说话 也可以跟身边的人一直这么做着 下个周末 怎么了 邀约我 想带你回家 可以吗 会不会太快了 我们才在一起一天 下个周末的话好像才半个月 说完他又补了一句我们结婚就够快了 恋爱是不是要慢慢谈 蓝忘记沉默一瞬 最终赞同了魏无羡的话 情绪却有些低落 啊 不就是吃个饭吗 我去去去 快下去吧 下一轮游客要上来了 好 蓝忘记牵着他起身出去 其他项目你都没玩过吧 我都玩过 他骄傲得很等不忙的时候 我带你过来都玩一遍 好 其他项目没能玩到 蓝忘记把他拉回去 布置小家去了 两人把魏无羡的小房子收拾好 就住了进去 周一蓝忘记送他去上班 魏无羡有个紧急文件 系好安全带就一直看着 下车也匆匆忙忙 蓝忘记也安静 全程没说什么话 魏无羡急着上去处理 说了一声 我走了就下了车 他没回应对方 也没觉得什么不对 跑出去两步之后 才想起什么 回头看到蓝忘记敏纯 看着他 是笑道你怎么了 他抬了抬下巴没说话 魏无羡瞄懂 走过去亲了他一下 下次在车上我忘记亲你 你可以直接摁住我 亲完再放我下车 你可以主动亲我的 他让人亲他都要求的 眉飞色舞 我怕你反感 怎么会 谈恋爱要是反感亲亲 肯定是不够喜欢 你对我做什么我都喜欢 我都可以 不信我们晚上回家试试 试试 蓝忘记的耳间红了起来 语气却是闻得你快迟到了 怕什么 我是老板 说着亲了人一口就跑掉了 我走了 蓝忘记摸了摸唇角 也笑了 魏无羡到公司直接通知开会 十分钟之后 一群人出现在了会议室 这次是某个投资商 非要塞人过来 不行就撤资 导演方是奔着冲奖去的 自然不肯 加上是跟魏无羡关系不错 说话也硬起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情 但一整条链下来 很多事情就得搁置 开机时间往后退 场地费 群演费和其他的费用就往上翻 开了个短会之后 聂怀桑带着文件进来了 要不我直接补上这个窟窿吧 这个钱咱们也不是出不起 这不是出不出得起的问题 后续带动一对呢 你出了外头人 一看以为是家庭作坊 后续宣传力度跟不上 哎 那怎么办呢 让江城再投一下 你还不如让你大哥投 哈哈 我哥不会答应的 没事 我等会问问别人 他揉了揉眉心 先拎邀了几条重点内容 让手下的人去做 接着才翻起列表的人 准备打电话 蓝忘机的电话 先一步打进来 喂 怎么了 才两个小时 想我了 嗯 中午想吃什么 要出去吃吗 我 我订好餐去找你 知道你忙 魏无羡失效 心情好了起来 赚着笔道你可太贴心了 我想喝汤 椰子鸡汤就不错 好 喝点水 工作很忙吗 蓝忘机感觉到 他的声音有点雅 嗯 有个投资没了 合同要重新你 他头疼得暗了暗眉心 很急吗 有点吧 都准备开机了 之后还得打官司 我头 啊 中午过去 我去签合同 不是 你不怕我把你卖了呀 我相信你 哎 你这跟把钱送我有什么关系 魏无羡笑着打去 我愿意送给你 低沉声音隔着话筒 震得魏无羡心口发麻 这并不是一笔小树木 虽然他看到蓝忘机很久之前给他发的短信很触动 但也隐约的明白现在的蓝忘机不会像之前那样直言 成年人的爱情衡量的东西很多 他知道蓝忘机很喜欢自己 但也没想到他会这样 这也是他一开始就没打算拉他这个投资的原因 要是这回他和蓝忘机没在一起 他铁定是不想用钱把两人扯在一起 不过在一起就不一样了 钱已经不分彼此 他们笑起来行吧 有钱一起赚 中午过来签合同 既然是有工作 那中午可以留久一点吧 算是出差了 好 蓝忘机来得很早 提着他想喝的椰子鸡汤和煲仔饭 魏无羡亲自下去接他 蓝忘机亚已不是忙 我亲自下来接你不是代表我更重视你 现在身份不一样来 魏无羡接过他手里的饭领着他进去 魏总好 钱太跟他打着招呼 介绍一下 我男朋友 姓蓝 以后可以直接放行 好的好的 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魏无羡 少参加点婚宴吧 不好意思 魏总 前台差点把下巴埋进衣领 尴尬得很 我们什么时候办婚宴 刚走进电梯的蓝忘机 就开始发问 魏无羡按了楼层 我很怀疑 你是带着投资金来 要挟我跟你结婚的 就好像什么霸道总裁 要挟小白花 我不会 那是什么 现在小说和电视剧的一种剧情 到时候电影开拍了 你可以跟我去探班 横电不少剧组 总有人在拍 好 投资很顺利 蓝忘机粗粗 看了合同就签了 项目以最快的速度运行 魏无羡带着蓝忘机去探班 话说这还是两人头一回去一起出去 不过并没有去横电 而是去了草原 天气越来越冷 已经要过年了 两人穿着羽绒服 戴着厚厚手套 在草地上行走 魏总来了呀 这位是 投资商 来体验一下 大老板啊 好好好 今天拍的是重头戏 刚好可以看一下 好嘞 那我们等着 厂物抽出两只烟蒂了过来 魏无羡帝给蓝忘机一只 对方摇头 他就顺手把烟别在耳朵上 另一只咬着 厂物拿着打火机要给他点上 他摆摆手拒绝拿过来自己点上 敏唇吸了一口 整个人缓了过来 蓝忘机知道他很怕冷 最近晚上睡觉 四肢都被他紧紧扒着 有时候能驱着把腿缩在他的怀里 蓝忘机伸长了手臂抱他 好像在做什么跳水动作 于是家里多了很多地毯袜 有麋鹿的 小企鹅的 小豹子 条纹小猫的 搞得未无限 以为他是有什么癖好 蓝忘机冤枉 他明明是直接搜索 厚袜子 睡觉能穿的袜子 接着弹出来的 就是这些热门的可可爱爱的地毯袜 没忍住就买了 这些热门的可爱的地毯袭 我看着你 真正的热门